在今天凌晨的时候抵达了桃园机场 美国在台协会也紧急地加派十几位的工作人员在机场待命 服务院也是迅速地拍板给予这些美国侨民便捷通关的领域 不过由于日本核能危机尚未解除 未来预计总共会有900多名的美侨陆续地从日本撤出来到台湾 历经三小时的飞行 96名从日本搭乘撤侨包机的美国公民终于在18号凌晨抵达台湾 不过首先要面对的不是台湾海关而是AIT自己人 美国在台协会紧急派出十几位工作人员在机场待命 详细记录每一位抵台侨民的联络方式和之后的行程安排 花了将近两个小时才全部搞定准备出关 所有从日本到台湾的旅客按照规定都必须通过辐射侦测 就算是便捷通关也不能省 原能会人员彻夜加班一一引导美国侨民通过辐射侦测门 最后96人全部OK 辐射值都在0.02好西服内没有超标 几乎跟台湾民众回国一样 不用三分钟的时间迅速通关 在府院拍板指示下 美国侨胞享受难得的通关待遇 展现台美合作的好默契 中金新闻综合报道